你好,这里是张力视野 乌克兰军队首次对白俄罗斯开火 俄军基地遭到猛烈轰击 继前几天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大爆炸之后 这个上爆炸导致至少俄罗斯的九架战斗机被炸毁 另外可能还有十几架战斗机受伤还有直升机 俄军今天又遭遇到新的打击 而这一次挨炸的是俄罗斯驻扎在白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齐亚布劳卡机场 这个齐亚布劳卡机场位于斯霍梅尔 据东欧媒体报道说 这个机场驻扎了大量的俄军战斗机轰炸机 尤其是直升机部队 俄军的飞机经常从这里起飞 从这里出发去轰炸乌克兰 这次爆炸的规模据说比克里米亚还要大 总共有八次连续的爆炸 明显是油库或者弹药库的连环爆炸 齐亚布劳卡这个机场距离乌克兰边境的直线距离只有25公里 乌军稍微射程较远的大炮和火箭炮 比如各国赠送的155毫米的自轴炮 M-142等等都能够轻松愉快的进行轰炸 以前俄军攻打机部的时候 主要的出发据点就是白俄罗斯 因为俄军俄罗斯境内没有什么高速公路 而且俄军的车辆速度也比较慢 尤其是他的军车 所以他依靠铁路运输反而速度最快 运到白俄罗斯 然后再从那里出发 因为那个地方距离几乎距离很近 只有一百多公里 所以说愚蠢的俄罗斯将军 居然把主要的作战机场 设置在了距离乌克兰仅仅25公里的地方 这就是纯属早死 以前当然了 乌军想尽量的回避白俄罗斯这个国家作为敌人 不管白俄怎么挑戏 白俄罗卡申科把国土提供给俄军利用 让这个俄军呢 自由的驻扎在这个白俄罗斯 卢卡申科呢 甚至还多次在白俄与乌克兰的边境一带集结数万大惊 威胁乌克兰声称准备进攻吉普 但是现在呢 时光已经逆转了 乌克兰已经不再顾忌这个敌人 因为白俄军队的战斗力更差 并不能够对乌克兰构成多大的威胁 所以即便参战也没什么用处 因此乌军呢 才下定决心了开始攻击白俄境内的俄军 如果卢卡申科真的有种 那你就可以指挥几万白俄军队进攻乌克兰试试 白俄军队的装备极差 我估计去了以后呢 会被这个乌军打得满地找牙 更何况呢 如果把乌克兰惹急了 那么泽连斯基呢 会邀请白俄反对派到吉普建立流亡政府 组建流亡军队 要知道呢 现在的这个卢卡申科呢 政权呢 完全是靠作弊 靠欺查获得的政权 就是说呢 反对派呢 在民间拥有三分之二的左右的这个支持 支持者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流亡 目前这个流亡在立陶宛的 那些那个 就是卢卡申科的这个反对派 目前转而去到这个吉普的话呢 那就可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流亡军队 再有乌克兰军队的帮助呢 就是能够很容易的进入白俄罗斯 因为它会获得白俄罗斯民众的支持 说不定 这个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军队也会倒戈 这样呢 这个反对派的军队就很 能够很轻松的就把卢卡申科给打跑 卢卡申科呢 当时那先后来呢 那他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跑到莫斯科躲起来 要么的就跑到俄军的军营里去 这样呢 白俄罗斯改变颜色以后呢 然后呢这个乌克兰就可以跟白俄的军队联合作战 并肩作战一起去打俄罗斯 俄军本来就已经筋疲力 已经疲于奔命了 到那时候呢 处境会更加悲惨 另外一个消息呢 很重要 就说呢 这个民生银行开始爆雷 民生银行这个开始爆雷的这个情形呢 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龙头老大 恒大极为相似 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呢 媒体都聚焦于河南的这个七家村镇银行的爆雷 而且呢 那个事件到现在没有结束 当局呢为了应付越来越猛烈的抗议 采取了腹底抽薪之举 那就是给五万元以下的这个储户呢 还钱 由政府来主持还钱 但是这五万元以上的现在就置之不理了 因为毕竟呢 数量最多的人呢 都是投资五万元以下的 而五万元以上的这个 很多这个投资者呢 都是外地人 比如广东人 上海人什么的 他们呢 跑到河南去要钱 更加困难 目前中国各地都在封锁 而且河南政府动辄给你红马 把你控制起来 让你没有办法要债 所以说呢 大部分资金呢 应该说呢 都尚未拿到 就是都尚未被储户拿到手 所以今天这个民生银行的这个爆雷呢 将使得这个中国人对这个金融业呢 更加失望 而且呢 甚至有可能呢 更加这个狂热的从银行取提他们的存款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来呢 实际上中国的储户呢 一直在从中国银行的曲线 比如说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所谓中国最大的银行 所谓全球的巨无霸体业 实际上都存在着资金周转的困难 也就是说呢 都采取各种手段 非法限制储户的取款 而民生银行呢 我看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资料 它的这个爆雷呢 主要是因为它把这个 大量的资金呢 都投入到了房地产 也就是说呢 这个它的资金 比如说银行呢 它本身呢是靠稀储 然后同时呢 再把资金呢 投放到它认为盈利的行业当中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 在中国正在崩溃 那么投资房地产的银行 你比例越高 你这个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大 民生银行呢 恰恰是属于中国 在房地产领域里 投资最多的银行 比例最高的银行 它作为中国最大的这个民间银行呢 它的这个仅仅在恒大呢 就投入了290亿元 现在恒大一爆雷 根本就不还钱了 连利息都不还了 所以说呢 就光吃一举 就让民生银行陷入困境 更何况呢 民生银行还在花样年 什么澳元 什么碧桂园 绿地 家造业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这些公司呢 现在讲老实话 都是不还钱的 他说我没钱还 你要怎么着 打官司到法院去 我反正现在没钱还 因为这些地产企业呢 名义上都是巨无霸 但实际上现在都是口袋里空空如也 反正呢 都是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那地方耍赖 我没钱还 你呢怎么着 这样呢 最终呢 会把银行呢 给拖破产 而且呢 这个民生银行呢 它毕竟是属于民间银行 所以说呢 中共呢 对 不大可能呢 就说呢 投入巨资来挽救它 所以说呢 这个民生银行呢 最终呢 像恒大那样摇摇晃晃 破产 已经是注定的这个结果 这个 那个视频显示呢 目前在深圳 这个一家这个民生银行 门前呢 有大量的示威者要求取钱 而且呢 当局已经派出很多保安 警察在那一带戒备 保护这家银行 保护民生银行 少受一点冲击 为什么呢 这些深圳的这批人 到那地方去游行呢 据说呢 是 这个呢 这些都是一些深圳的业主 他们呢 在那个加造业 按揭 这个买房 但是呢 这个他们 在加造业存的钱 还有等等什么的 被这个民生银行呢 划走了30亿 我估计这是因为 加造业欠款太多 比如说呢 他可能欠了这个 这个民生银行上百亿 上百亿元 结果呢 他这个 这个钱呢 是属于监管资金 也就是说呢 可能就相当于 这个首付款 属于这个 这个受到这个民生银行的 监管的资金 哎 民生银行呢 干脆呢 就不管不顾的 他现在手头没钱嘛 他就把这个监管资金 先划到手 然后呢 导致呢 这个楼盘烂尾 因为加造业就说了 你看 业主们 现在这 你们买房子的 这一段楼盘 我们没办法工作了 没办法开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资金都被 这个民生银行 给划跑了 现在我们没钱 支付工程款 工程建筑公司呢 现在不愿意干活了 所以呢 这个楼就成了烂尾楼 你们的钱就黄了 就等下去吧 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民生银行 给我们钱再说 所以说呢 导致这个储户愤怒 转而把矛头 对证了 民生银行 应该这样说呢 民生银行 此举呢 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个 这个监管资金呢 是谁都不能动的 监管资金 它是属于 这个 就是储户买房的 首付的资金 你只能就是监护 你本来呢 你民生银行的责任呢 是防止这个钱被滥用 就是被用到 其他目的上面去 你自己怎么能滥用呢 对不对 你说家造业欠你的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找家造业要 但是你不能够 把家造业 这个目前手头的 受你监管的储户的资金 任意的动用 所以说呢 这个事件呢 应该说呢 会在全国各地扩大 因为呢 越来越多的人们呢 会意识到 这个 就是这个 这家银行呢 民生银行呢 可能快要完蛋了 在中国就是这样 只要大家意识到 你完蛋了 就会强倒众人推 别说你本身 就已经是浑身窟窿 到处都是毛病 即便你好好的 也会被强倒 也会被众人给推倒的 我一定行 不过来 对 你们看 你们看 刺口